大家好,我們今天做布甸 材料很簡單 只要你家裡有砂糖、牛奶和一隻雞蛋 我們就可以做到兩個很小的布甸了 我們先開始發彈 記得力量很小 因為我們不想製造氣泡 令布甸出現一個蜂巢狀 然後我們就煮焦糖 這個過程的溫度會很高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們預備一瓶水去準備 把溫度煞停 離火、關火 然後盡快把它倒進帽子裡 否則它變硬了 就倒不出了 然後我們用低火把牛奶和糖 慢慢弄溶它 放涼 然後把蛋慢慢再倒進奶裡 如果你的雲呢拿油 或者雲呢拿紙都可以加入 這個步驟會幫你的布甸變得更滑 所以第二 如果你看到任何氣泡 都要盡量清除它 再放到杯子裡 與其說蒸熟的布甸 我會形容為低溫浸熟 我第一次用了大約70度的溫度 不過我這次的水位填得不夠多 我試了開蓋8分鐘 然後關蓋8分鐘 看看成果 第二次再試 高10度 如果脫模成功的話 你會看到它好像一個謀殺案 在杯底慢慢滲出焦糖 希望可以吧 好棒 太棒了 底部是影片的第二個布甸 不過其實是我的兩天第14個布甸 所以希望這些貼士幫到大家 大家都在家裡試試做吧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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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